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三支顶级联赛足球队的城市 今天在这座城市中将进行两场比赛 同乡之间 父子之间 不同国籍之间的球迷将在这90分钟里各为其主 而这一切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为别的 只为足球 只为上海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周末 外滩依旧是人们眼前的风景 南京路依旧是游客购物的天堂 虹口也依旧是广场舞爱好者们的舞池 而对于球迷而言 这个下午却远没有那般轻松和安逸 再过几个小时将有两场比赛在这座城市上演 其中绿地深花和上岗的同城之战 几乎吸引了全上海球迷的目光 现在球迷们已经习惯用一个博来语 来形容这样的同事操歌 德比战 现在上海德比我觉得是真正的德比 最近两年东亚的势力越来越大 然后他们球迷越来越多 讲到德比 什么情况下可以存在德比 如果深花和我们它是三 我们是四的话 那可以讲我们是德比 因为大家都想进雅关 现在差得太多 同城没有感觉 但是肯定是我的死敌 也许用死敌这个字 可能听上去非常的刺耳 也许它可以踢的成绩比我好 但是我觉得我的血 我的生活是跟深花联系在一起的 黄浦江 新老上海的分水岭 曾经代表着老上海传统的浦西人 会带有贬义的叫浦东人是乡下人 随着浦东这个新上海的迅速发展 这样的观念被逐渐模糊 如今 上岗这个来自于浦东的新势力的出现 把曾经上海本地的地域倾向性 延续到了足球场 暂时生活 暂时生活 闭转下卡顿 球迷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表达对球队的支持 这是足球赋予他们的权利 而如何看待这个权利的范围 每个球迷都有他们不同的选择 每逢客场比赛 上岗球迷陈秀敏就会提前来到球场 为球迷协会的会员发票 直到手中的票全部发完 他才能够进场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四个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上岗队的球迷相比 深花的球迷组织显然有着更为丰富的助杯方式 同上海开部以来创造了中国近现代无数个第一一样 深花的球迷组织同样也是中国球迷中第一个最具规模的 而且他们还有着一个令对手深味的名字 蓝魔 蓝魔起源原因在99年 当时的国奥队在上海八万人足球场打十强赛 当初的八万人是坐无虚席 但是我记忆太深了 来了五百个红魔啦啦队的球迷 他们坐在了八万人最最上面的一个非常偏的位置 但是五百个球迷 他们的呐喊远远压过了七百九千五百个中国人 之后我了解到现有的蓝魔会长 跟现有蓝魔的一些负责人 其实是受了非常大的刺激 所以在第二年的两千年就有了蓝魔 北看台是蓝魔在红口体育场的位置 和全世界的死忠球迷一样 他们在球门的后面 体育场中最差的看球位置 这象征着球队后盾的作用 作为一个坐在北看台 一个球迷区的球迷该干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不是一个坎坷 我们是球场上的第十二名队员 我们要做的是跟球队一起战斗 一起比赛 经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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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要经理了 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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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名园目前在一家视频网站工作 报道和深花有关的内容 这足以让很多球迷羡慕 但不仅如此 作为一名在看台上长大的球迷 他还拥有着历年深花球员的比赛落地球衣 很多深花球迷笑称 每次见到他就有想打劫的冲动 以前这些衣服都是挂出来的 现在都给收拾起来 平时还会把这些衣服拿出来自己看一下 可以回味一下这些衣服 比如这件是之前95年深花夺冠的时候穿的 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旧了 他的来历我觉得有点好玩 那时候就在路上走 看到一个民工 穿着这件衣服 由于自己对深花东西特别敏感 一眼就看出这件衣服价值所在 然后就去问他 最后是以当时的50块钱就把它给收来 球迷对一支球队的热爱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到一件球衣便让他如获至宝 复杂到为了深花二字也绝不妥协 年初深花的名字从绿帝去除的时候 当时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就是 今年看最后一年 也就当送这支队一程 明年开始我再无主队 20年的感情就这样被掐断了 突然回头发现自己身边最好的朋友 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 甚至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整个生活主线 原来是由深花这两个字来串起来 突然发现这根线没有了 我们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失落的感觉 我投了那么多资金进了我 为什么跟着你后面要叫你深花呢 我们是以前叫东亚嘛 后来有投资商进来了 但人家花了钱 我们应该球迷都要去支持理解 蒋坤当时候心意就一沉 一下子哇 心意就好像掉下来了 哎呀没事反正还有时间 蒋坤进球了 我非常惊讶 因为蒋坤是我们最老的球员 他能那么好看的踢球 我觉得了不起 他进球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非常激动 那天红口体育场非常热闹 所以深花进球了 我就疯狂了 在特别当中 疯狂请求是必须的 上海文化又被称为海派文化 这不仅仅是名字中有个海字 也不仅仅因为上海靠海 而是这里大部分的文化 来自海外 从蓝魔灵感源于韩国 再到蓝魔成员中的欧洲帮 都与城市的气质不谋而合 原来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球 然后有一些朋友 他们说 卡米我听说你经常去看 选花队 怎么样 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我说当然可以 越来越朋友 想跟我一起看 所以蓝魔 他们请我在蓝魔下面 成立一个外国球迷会 维坎伦来自苏格兰 来中国已经七年了 看台已经成了他了解这里文化的窗口 英国球迷是比较快会批评他们的自己的球员 提的不好 或者肯定被骂了 中国的主球球迷 他们有很多耐心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想骂新华球员 但是我需要控制我自己 因为我在中国不能随便说 我觉得应该入上随俗 东亚的势力比上华好一点 是 台湾的物雷 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国内的球员 今天我觉得 超兵俊 他的发挥很不错 对 还可以的 他是非常靠谱的球员 很棒 韦西 当心 哎哟 谁不吃体力啊 加球 加球 serienEEEEE 太 temin 我没吃天了 球 我 notice的点 我很惊讶 他不应该 我们对神话的比赛无垒压力是最大的 全场都在骂他 铺里点球我觉得等于进球 东亚球迷离我们比较附近 所以我们笑他们 因为他们准备请去点球球不进 所以我觉得太搞笑了 我特别开心 今晚菜盘怎么样 菜盘不好 黑笑 我自己的家乡队叫Domfomalin 他们1885年成立 我们的人口才是六万左右 但是上周路以前是三千左右 所以你看我们的上周路和人口 上周路是比较好 我叫上罗你们叫B3 他就是在上海球迷圈中 有着海豚鹰阿姨之称的陈秀明 一个非典型的上海女人 我煮饭也煮不好 我能把那个咸鸭蛋把它煮糊了 清洗对齐是陈秀明唯一的家务劳动 可以看出他对球队的感情 给爱人讲述家中老照片的故事 更是体现了他和球员间的特殊关系 这中朝成功的时候球员的集体照 认识吧那几个 朱镇荣变了不了 猜会一看 这个你认识的呀 现在到我们的七号五球王 无人啊 是个李文君 是个李文君 带他跟女儿到西教公园去完了 现在是问的 他把女儿的头皮都烤砸了 封了三针 陈秀明是上岗球员 吕文君的小姨 这一张张老照片 见证了上岗在中国足坛中的艰难前行 冰水东亚到现在将近有九年了 当时我们已经连帅时候是在崇明 我们来去很周折的 每个竹场我们将近早上从四季过去 我们都要百度 如果遇到大风的话 我们回来都是很晚 晚上十二点钟都上不了船 但是我们都很高兴 上岗队从崇明岛到八万人体育场 球迷的群体也由岛上区域性的球迷和球员家长 扩大到了更庞大的团体 这些除了源于球队成绩的提升外 更来自于队中一个人的影响力 现在就主要看了许子岛 在我们东亚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六十多岁了 我们讲到底一个六十多岁 他该得到的他也有了 他没有必要再把这个钱投到这上面去 你不知道的这个钱 拿得回来拿不回来都未知数 我是喜指导的 人家是粉丝 我是钢丝 因为我看到他这种那种 自作的精神 讲到底我是冲着他 他这种精神挨去 好多人都问我 吕文君不在了 我只为东亚骂 三个队 这一棒 这一棒 观看一场激烈的比赛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状态 老胡的选择是安静 可在一百多千米外的金山体育场里 他的儿子正在为上海的另一支球队 吶喊着 上海作为一座港口城市 码头文化同样具有代表性 人们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这在身心队的发展脉络中 充分得到了体现 身心队的前身起源于渣北 随后更领为南昌横元 2012年再次回到上海 对于这样传承的锻炼 每个人拾起对球队支持的理由 就变得不尽相同 这个儿子长大了 开始的时候跟着我一块看生活队 但后来就变化了 他对普通队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的老家是普通的 在后面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看我的生活队 他看他的普通队 后来发展成为国际队 之所以喜欢身心 是因为之前上海里有另外支球队 叫上海中原会里 后面叫上海国际队这个因素在里面 当时05年国际队搬走之后呢 心里面是空落落的 几乎就是跟中国足球联赛就绝缘了 绝缘之后呢 始终没有一种归属的感觉 直到2012年身心回来的时候 回来没多久 身心就宣布王云从大连时德转会上海身心 王云是当时是我们上海国际队 偶像级别的球员 再加上南昌横元队里面有的吴燕胜 还有赵多俊 都是我们以前国际队的成员 一下子就给我种感觉 国际队涅槃重生 那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归属感 上海足坛的三支球队 无疑是球迷们幸福的烦恼 正如现代足球的起源地英国一样 近伦敦就有一百多支各级别连赛的球队 球迷们会支持自己所在社区的球队 如今上海球队的社区属性已见除形 球迷们要做的就是选择 其实因为我在北干台 他们进了队面的门口 所以看不清楚 但是好像他们进球的时候 好像是好运了 神来之笔吧 朱正勇这个球员 他也是很内向的 进球和他比较像 比赛结束 曲终人赛 1比1的比分看似皆大欢喜 但比赛的过程却不平静 同城得比 点球法师在追评比分 在一座场地里 球迷们共同乘坐着 不同情绪走向的过山车 也许今年谁都会有委屈 谁都也会有不服 但一切明年还会再来 我叫张诗俊 同事的是儿童摄影职业 我看《生花》 差不多十几年了 我最满意的这幅照片 其实灵感来自于 我有一次一个人 看完球走下看台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父亲 他是背着他的小孩 那个小孩头上围了一根围巾 让我很感动的 当我小孩出生以后 我也带着他看球 我就一直在想 永远地传承下去 所以我传承出这个片子 因为我们生花是蓝色 我们都是留着蓝色的血液 小孩出生以后 我们把这个血液过给他 传承他 一代一代传下去 就是这张照片 这里都是什么 今天我找了生花的两个小球迷 一个是穿着东亚球衣的 一个是我儿子穿着生花球衣 今天我想拍这组照片出来 只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上海两支球队在比拼 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 当妈妈转生以后 哥哥可能把他的苹果给了弟弟 两个人互相在争吵拉扯的时候 妈妈回头了 以为哥哥在欺负弟弟 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指责哥哥 哥哥很委屈 他只能哭 因为妈妈突然之间很凶 欺负他了没有 你干嘛欺负他 是不是你 那你转过来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道理 你不能欺负弟弟知道吗 他是你弟弟知道吗 那你去跟弟弟好一下 作为哥哥最后还是把他那个小的苹果也给弟弟 最后还是说 弟弟你别哭 哥哥把苹果都给你 你站起来抱一下弟弟 哎好 但是说到底了 作为哥哥的话 还是谦让比较多一点 包括球队方面 包括球迷方面 作为我们生花队的话 永远是一个大哥的样子 照顾他 牵上他 大上海 都是同一个城市 讲到底 主斗燃斗期 斗在府中期 本是同根深 乡间和太子 我只希望我们上海三支球队过成一个拳 上海球迷看球充满着选择 选择的理由也各不相同 深花悠久的历史 上岗的地域属性 身心极力希望拥有上海元素的努力和坚持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提出 大力发展社区足球的目标 让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城市 还会诞生更多的球队 球迷们也还将迎接更多这样幸福的烦恼